國民生也快樂 黨慶和公同選獎就辦在國民黨中央 還做了反萊豬小豬鋪滿 諷刺總統的三隻小豬 好久不見的前主席吳伯雄也來了 團結得要一直掛嘴邊 或許因為現在又傳出 拼年底四大公投 來因自家鬧內訌 以媒體人趙孝康為首的戰鬥欄 率先發動六都公投造勢 被解讀使令立山投屈2024鋪路 讓朱立倫趕緊回房 也辦大型造勢 我們都是結合在一起的 其實不管是哪一個欄 都是我們國民黨的 大家都是必勝欄 包括我們最後的兩大趙氏場合 我都邀請包括趙孝康董事長 在內每一位參加 話是這樣說 但也確實明明都是宣講公投 27號朱立倫到黨中央 趙孝康和前總統馬英九 則是到中正區 沒有了 沒有這個事情 朱立倫很支持戰鬥人 我們黨慶活動 我不知道要有這個活動 這下好尷尬 不過其實綠營兩大2024潛在人選 賴清德 鄭文燦 也老被說在公投上救濟 甚至四月份難得同台 幾乎零互動 比人氣 比好周立 公投讓藍綠茶壺內的風暴 悄悄提前上演 TVBS 華少平離綜合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